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 她是一位空姐 喔 空姐 對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她的IG照片 我覺得當空姐應該都很有氣 笑容很甜美 對啊 真的是甜甜型的那種 對啊 對 眼睛會像 可是空姐都日夜顛倒來 所以可能步況也不會很好 而且身體都不整 對啊 而且妝都那麼厚 你現在是在影射誰呢 感覺她五官本身就很漂亮 很立體 鼻子真的很超挺的 對 她鼻子感覺很挺欸 是不是 欸 哈囉 嗨 這我看起來還蠻服服的 剛失戀的憔悴女子 比較多痘痘 就是黑眼圈很重 很疲累啊 氣色不好 你可不可以幫我示範一下舊聲音的影片 讓我們回顧一下那種在飛機上面的感覺 享受一下 讓我出國去玩 還是不要用那種 媽媽要擺身體啦 太尷尬了 不過因為看你的照片上面感覺都還算是蠻清新的 所以你主要會有什麼樣子的困擾 可能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是皮質不會比較出油啊 然後就很容易冒鬥或者是脫妝 就很不穩定 其實我自己比較不太會畫眼妝 喔 對 就是想要嘗試一下不一樣的自己的感覺 那你應該很期待今天的改造吧 那就讓我們趕快進行吧 因為他本身皮膚兩頰比較容易天然乾 體質部位容易出油 所以他在做保濕的時候盡量是以兩頰為主 體質部位的話也清爽就好 他有提到說他是空姐 所以他覺得保養這件事情他希望越快速越好 所以我就有推薦他使用那種縮時保養的 碳酸泡泡的美容液 因為他那一罐的話可以立即讓他肌膚飽滿的水分以外 他透過那個碳酸泡泡也可以揉滿他的角質 那再度我發現到他的眼下其實有暗唇非常的明顯 而且還帶點有點血管的血色 所以我幫他選的這一個是屬於三合一 也就是有校色遮瑕 然後還有體量的粉底霜 那他那個粉色呢就可以去修飾掉他的暗唇 跟他的血管的問題 再透過膚色去幫他做遮瑕 還有他剛剛有提到他在痘痘的部分 那第三個的話可以再用一次粉色 去幫他做蘋果肌 T型區還有下巴的體量 這樣子一支就可以搞定他所有的遮瑕 還有體量的部分 讓他的底妝變得非常透亮 而且有立體 有些很適合這種屬於比較忙碌的空姐 像其實他今天的困擾比較多在於說他的眼下真的比較乾 所以會容易呈現細紋的部分 我會建議眼下的眼妝主要著重在於後面大概三分之一處就好 不要說帶到眼下 因為如果過了一段時間 當我們眼下開始乾出現細紋 他會更可怕 所以一定建議說我們盡量避免那個範圍 讓他保持底妝的透亮光澤感 那今天使用的一個比較偏九紅櫻桃色的色調 我們在選擇上也可以選擇比如說一個深的一個淺的 深碎色的話一樣可以使用在我們睫毛根部上的話 一樣他會有那種大地色一樣那種放大的視覺效果 那我們不妨在於說眼妝上 我們還是要選擇一個比較有帶點珠光色調的 在於說眼中央或者是眼頭部分去做一個光澤的呈現 那我們在秋冬的時候雖然寒冷還是有點亮麗感 秋冬回歸是以紅色為主嘛 當然就是腮紅的話其實也是一個可以做很多變化的時候 像是我們就可以運用雙色腮紅啊 或是三色修容盤啊去做調整 像我這樣左右臉不對稱的話 要有什麼修飾的方法 他的大小有的問題啊其實是在於他的下側處那個位置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還好耶 你用顏色位置可以在眼下的部分 然後再搭配三色修容盤 然後去做修容然後跟塞容去做銜接 反而可以修飾掉他大小有這個問題 一萬票房走出來的眼睛叫 整個飛機走到都是他的伸展台 魅惑誘人的女明星 秋冬的命定女神 在他的眼中看見了一杯風水 讓我醉了 走開 旋孔,我這次見以後 我們下戰